面对远警的关怀询问 在捷运站内徘徊的30岁胡姓男子 神情呆滞 回答更是不知所云 让警方伤透脑筋 不过在警方耐心询问下 终于有了突破 男子讲出自己的姓名跟家人联络方式 让警方顺利拨打联系 家属在电话中告诉警方 原来患有心智障碍的胡姓男子 警场外出迷路回不了家 最后警方依照家属提供的地址 亲自将他送回家 有鉴于高龄化社会 年长者跟身心障碍人士日益增多 警方提醒 符合资格者可以跟各个县市政府 社会局申请预防走私手链 或是在口袋中放入小纸条 写上相关联系方式 若遇到迷途状况 可以帮助警方迅速确认 走私者的身份以及通知家属 让他们平安回家 记者共产友台北采访报导